我是Carmen 我是雅力足球學校的教練 我踢了球大概接近20年 做了教練 都應該今年踏入第10個年頭 足球對我的影響當然深 因為我爸爸以前是職業足球員 去到休去都是一個教練 爸爸去教小朋友 久而久之 到他自己原來心底裡都喜歡教足球 當然,我還要上班 我休閒的時候 星期六,我就去帶小朋友比賽 帶小朋友訓練 但也有滿足感 他們由0到100 他們比賽贏冠軍或獎項 比我們自己踢,更加開心 今年是13歲,我叫蔡翠條 我代表我壓力足球學校 踢球 我的位置就是守門 因為這個位置責任很重 龍門飛火當然可以很形容 我自己又有興趣,我就選擇這個位置 其實我想去做前鋒 誰知道他第一堂回來跟我說 我喜歡做龍門 我也很失望 二次我也有前鋒 我比較喜歡陰律性 他負責守龍門的比重 龍門壓力比較大的 壓力比較大 也是好事,壓力大 對 一定要有責任感 不可以推射責任 一些很接近射的球 但你可能當時反應不及 你只可以默默地承認你的錯誤 其實有時候隊友都很好 大家都有互相鼓勵 可能龍門的聲音會比較多 因為要經常體驗隊友 在這裡,看他的聲音… 可能龍門在後面看得多 他更加說出來 他在後面…可能是一個後面的領導 他也要做一個領導的本質 他去帶領球隊 而不是他自己一個去埋怨球隊 我叫陳樂林 我今年十一歲 我踢了一球四年 我八歲開始踢 因為有一次我看了一部卡通片 叫做閃遍所有人 然後我覺得裡面的人都… 踢球踢得很帥 所以我就開始喜歡足球 我們踢中場中 這個位置就… 要攻守兼備 要擔當著整隊球的重心 還有要分球給其他位置的人 尼瑪進來這邊 一,順著第1,全球 我們叫他尼瑪 其實他是一個… 其實是一個尖訓的足球員 他集中 他也會叫同輩去比賽 他也是一些大哥哥 在他同齡的 他好像一個大哥哥 去照顧小朋友 或者是新進來的隊伍 他也會照顧 好球…不要緊,繼續 因為我是隊長 所以我有職責去擔任這個角色 隊長需要做球隊的精神支柱 還有… 當球隊輸球的時候 就要說一些鼓勵的話 每當我覺得武器的時候 我都會用意志力頂下去 我是陳俊希 我今年11歲 我踢了六年球 我踢防中的 分球給隊友去走位 或者在中場可能自己可以試射一下 剛才小時候 我們會叫做殺人王 他的精力很充沛 這個名字這樣說 周圍去… 可能學橙球等等 做到人兼自己 這樣就會慢慢教導他 不會像以前一樣 每次都殺了 因為他小時候 比較活躍 也說是踩界的ADHD 所以踢球給他一個輸發自己的體力 希望在足球上找到他集中 有專注力 那方面可以有所提升 我們也要激發他們的鬥心 現在的小朋友可能只是習慣了 嬌生慣養 我們不希望小朋友這樣做 其實我們需要他的態度 可能在比賽上你要積極 你要告訴別人 你很喜歡踢球 你很想贏這個比賽 就是有一次對大波 我們上部場已經輸了兩球 兩球都是一球很美妙的射門 根本擋不到 但是我們隊友也沒有灰心 最後追回四球就贏了他們 他每場比賽的投入度 不疼身去飛破那一刻 就會令我很深刻印象 其他小朋友不會練飛破的 不想… 儘量避免落地 但他會飛得很盡 很疼心地照著飛 其實這種精神 也令我深刻印象 因為… 贏球的感覺很好 我覺得參加多些比賽 拿多些經驗 然後對著一些比自己大的球員 對著同年多的球員 就會踢得得身影手一點 我相信每個人出來比賽 都會想贏 不管甚麼比賽也好 而且小朋友的心態 當然要贏 當然輸也不會特別難過 他會想為何這場我會輸 反而他會這樣 失敗中找錯處 其實足球 我自己的認知 不是那麼好玩的活動 因為如果踢得好 做基本動 就是全球大射 這幾個基本動 不停地重複 因為在這麼簡單的基本動作裡 他能夠給自己一個責任 就是我踢那個位置 那個責任上需要有這樣 強迫自己 這件事 是我們覺得很明顯的改變 其實要他們試過失敗 他們才會再嘗試 會有信心去成功 其實我們都會在球場上 用足球去教導他們 就是怎樣去在失敗中學習 而得到成功 我要做一個足球員 可以認識新朋友 溝通一下多點 暫時大過 想做些甚麼 我都不知道 但是無論做不做球員 也好 我也希望大過 好像也有守門員 有自信心 還有有責任感 我想大過的時候 就踢港隊 這就是我現在踢球的目標 其實我們做教練 很希望足球 帶給其他小朋友正面的影響 可以令他們更加自律 更加團結 對自己有自信心 我自己都希望他們可以堅持這種活動 而不會放棄 快剩三百歲 就去して 了 也對